在民进党当局预算泛滥 岛内民众负担过重的情况下 台防务部门这样的财务预算漏洞 是不是又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呢 民进党的这般吃相难看 说明了什么 紧急情况下动用那种特别的预算 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甚至绕过相应台湾立法部门的审议 而呢紧急处置 这个理论上是说得通的 但是前提条件是 它一定是一个紧急的情况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这样的一个不经过审查的相应的预算 又涉及到台军的相关的装备 那是不是又会给民进党贪腐 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 在这一点上 绝不是说是污名化民进党 而是在此之前 民进党在很多的重大的议题 和重大的这种特别预算当中 是有着前科的 我们先不说其他方面的 像疫苗啊 像鸡蛋啊 等等这些相应领域 我们单说从军事领域来讲 台湾当年买这个军舰 制造出了拉法院 台湾的这个相应的潜艇制造 找了一家这个资质不全的公司等等 台军买相应的武器装备 中间经常爆出啊 中宝私囊或者重重黑幕 或者权钱勾结政商这种互相之间的勾兑 这已经成了民进党在执政期间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台湾民众有理由相信 如果不加严格的审核 不走正常的程序 那么这可能又变成了一个民进党能够黑钱的前坑 所以不管是从这样的一个程序上 还是从民进党的这样一个本性上 和他日常的惯常用的操作伎俩上 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应的绕过正常程序的 所谓的特别的预算 或者说特别的经费支出的手段 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力反对和质疑的 当然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民进党当局以物谋独的一个具体的步骤 正是因为他需要进大量的武器 采购大量的军火装备 有的恐怕缓不济急 需要提高时效 提高这种相应的这种采购的效率 所以才会采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这其实也是民进党当局 在这个做着以武俱同打算的具体的部首 所以不管是从这个预算的使用上 还是民进党背后的这种经济利益上 还是从对抗大陆的角度来讲 那么民进党采用这样的一些非常规手段 其实背后的政治操弄已经昭然若揭了